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 我是梁煙成 和大家講一下世界大事 最近在德國舉行 暴力克安全會議 這個會議基本上是1963年 當時冷戰高峰期 德國舉行一個會議 參加的包括德國的斯密特 和美國的基辛格 希望防止 產生像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種大型軍事衝突的發生 一直以來 這個會議都很重要 在討論 如何可以免得造成一種不必要的衝突 今次這個會議 就是因為中國的外交主要領導 這個國務委員王毅出席 引起很多的注意 因為中國這次來 會不會有一些對和平的建議 因為俄夫戰爭打了很久 沒有什麼國家可以出來做調停人 中國算是一個大家都接受 俄羅斯接受 烏克蘭都接受 你發覺烏克蘭這麼久 是沒有罵過中國的 俄羅斯當然也沒有 兩方面都同意的人 是否可以做一個調停者 但是美國好像不太想 是有一個調停 所以拜登就接受訪問 烏克蘭擺明 要繼續打下去 撥一大筆錢 4.5億美元 繼續提供烏克蘭作戰爭用途 所以這次在莫尼克會議 已經是一個強國博弈的場所 但是這個安全會議 就出了一個報告 對美國是非常不利的 因為根據英國經濟學人分析的數據 在烏克蘭的問題上 世界上大多數的富裕國家 即西方列強加上日本 他們就是譴責俄羅斯的 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其他國家 大部分都是保持中立 或者傾向俄羅斯 莫尼克安全報告認為 這種分化是說明了財富集中 而是引發不同公眾意見 因為有錢的國家 就是個個支持美國 普通的國家 就覺得不相信美國是真的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印度的著名國際分析專家 他叫Shamma 他在接受德國之聲的採訪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可能不是真正支持聯合國安全的決議 但是這個不是表示我支持俄羅斯 即是說 這個很代表了好像印度的國家 我不是一定支持俄國的 但是我仍然支持聯合國的 美國推出的這個決議 其實聯合國當時的決議 都是很多國家不同意的 這個Shamma特別說到 我們從來都沒有信任過美國 而且我認為即使是今天 我們都不應該信任他 其實這個就是他自己說 我們在地緣政治方面 十年之內是沒有解決的問題 根據德國之聲的報導 20年前 這個茂尼克安全會議 當時德國的外交部長 Fischer 他講到美國出兵 入伊拉克的時候的理由 他都說了 我都不相信 而且美國出兵這一刻 基本上都違反了國際法 一直以來 就是由打伊拉克以來 各國對美國去搞戰爭的事情 都不相信美國說的理由 除了是北約那些跟著西方走的國家 跟著美國走的國家 而美國一直想宣傳俄羅斯戰爭 打伊拉克是一個威權國家 在那裡消滅一個民主的主權國家 不過大部分國家都不相信這個說法 其實很簡單 有些常識都會明白的 如果想把俄國說成好像希特拉 基本上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因為普京本身 就不是希特拉形態那種的民族主義者 認為自己民族 應該統治其他的民族 普京只是一個削弱了的蘇聯 而俄國是希望保持俄國某些尊嚴 如果稍為知道整個過程的話 都會明白 如果北約不是向東擴張 俄羅斯是不可能會發動戰爭 美國是以前駐蘇俄的大使 Jack Maclock 他是真正俄國的專家 他就指出 如果這個北約不向東擴張 或者他能夠擴張的時候 包括了俄羅斯在他的安全系統裡面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危機 他指出的這個危機其實很容易解決 common sense 就是常識都明白 所以全世界都有常識 不會蠢到美國講的信 所以美國在這場上講的很多說法 並不得到世界多數國家的支持 根據德國知聲的報告 他說由也門 敘利亞 到伊索比亞 馬利亞 再到印度 巴基斯坦 中國等等 但是烏克蘭這場戰爭 只是另一場殘酷又遙遠的衝突 他說這些地區的國家有質疑 為什麼要在西方家門口的戰爭中 去支持西方呢 因為俄羅斯和西方之間 本來有一個烏克蘭是隔開的 如果西方要控制烏克蘭 就去到俄羅斯門口 如果俄羅斯打烏克蘭 就去到西方門口 為什麼一定要支持西方呢 而西方幾乎是沒有幫助 平息這些地區衝突的 助長這些衝突 這就是很多國家看法 德國知聲的報道 有關這個武利亞的安全會議 所發的報告 所說到的美國失去世界信任 是這樣的題 而且這個分析還會說到 西方根本沒有幫助在戰爭之後 引發的對糧食和能源價格的上漲 只是指責其他國家 不團結去對付俄羅斯 但沒有幫助其他國家面對 當然這個報告 就指出了美國 減低失去很多國家的信任 其實之前《紐約時報》 也曾經詳細討論過 很多國家並沒有支持美國 拜登以來所說的 這樣的政策和方向 而現在在這個安全會之前 其實美國還做了一些事情 其實世界都是冷眼旁觀的 一個就是打氣球事件 打氣球事件 其實氣球經常都表現過 一直都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在今次 因為傳媒炒大一個問題 就要用40萬美元的飛彈 打掉一個氣球 但是他說 美國說是中國的一個間諜氣球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一個 正式的客觀科學報告出來 證實它是一個間諜氣球 只有一個港字 但是不單止打中國這個氣球 中國都認了是一個氣球 不過是氣象氣球 美國說是間諜氣球 但是到現在打下去這麼久 所有研究都看不到 什麼的客觀證據 提得出來 而他又打低了三個其他的小氣球 而現在這個氣球 在網上也傳出 美國的North Illinois 有一個氣球的組織 就是很小的氣球組織 有一個氣球在同一日失蹤 就是剛剛擊落氣球 那天失蹤了 所以這個所謂上空不明物體 很可能 只不過是一些氣球俱樂部 放的氣球 大概值得是12元而已 所以引起網上 嘲笑美國小提大組 好像美國的著名 右翼議員Tag Cruz 拜登正向任何 可能試圖 進入美國的高中科學俱樂部 展示強大震懾力 人家中學俱樂部 放他的氣球 你就當是間諜氣球 將他打低 這種做法 我以前也說過 草木皆兵 沒有理由搞到這麼大的 但是因為 全媒一炒大 拜登就怕影響他的形象 他一定要做個勢 就是說 其實我是很強硬的 共和黨罵他不夠強硬 他為選票 打了氣球 打完之後 又想斥責為中國的錯 中國當然是很強烈反應 但是結果 現在 從網上這個消息 很多人的想法 都沒有完全有證據 很多人的想法 就是 打氣球 會不會只是一個 皇帝的新衣 但是這個 都不夠緊要 更緊要就是 Hers 這個著名的 美國記者 八十多歲 通過他擁有資料 揭露 北溪天然氣的爆炸 是美國做的 他有很仔細的分析和報道 當然你說 Hers那個 都沒有足夠證據 美國不承認 但是大家看了之後 大家不敢說 北溪天然氣管炸 歐洲各國都不敢說話 就是好像皇帝說 我穿了一件新衣很漂亮的 其實他沒有穿衣 不過每個人都說 看見是很漂亮的 這個就變成了一個 皇帝的新衣問題 特別是北溪的事件 很明確 是沒有人想得到 其他國家要做這些 最得利益的就是美國 但是美國這樣做 如果真是他做的話 當然現在是傳的 但是真是他做 就是說美國目的是 要將歐洲和俄國關係斷 其實當開始建立這條 天然氣管的時候 美國都反對 後來拜登都說 會炸掉他 如果俄烏有戰爭有衝突 就是他會炸他 或者讓他不存在 他說這些話 所以現在結果真的炸了之後 根據Hers的說法 就是找挪威最後 就是禁炸彈那一刻 是用挪威做的 之前壞炸彈是美國做的 那無論怎樣 就是 人知真還是假 最主要就是說 大家都覺得 應該是真是美國做的 那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想斬斷美國 歐洲和俄羅斯的關係 但是因為這樣 令到歐洲沒有再買到 便宜價的天然氣 令到歐洲的經濟 就受到很大的傷害 因為特別 德國是一個很重視 一個非常出色的工業的產品 但是它那個工業產品 都要用很多的能源 能源是便宜的 那它就可以發展 它一貴 那些東西就會變得太貴 就賣不出 那這次呢 就因為炸斷這個天然氣 而因為有打仗 和俄羅斯的天然氣關係斷 那就被人賣 美國貴成四倍的 那些天然氣 所以那些德國公司 就要轉移 移到中國 投資在那裡開廠 才會有便宜些的能源供應等等 所以歐洲其實 就雅似吃黃年 美國逼它 參與這場俄羅斯和俄羅斯的戰爭 然後 又炸了天然氣管 斬斷他們的關係 那大家就面臨貴的天然氣 又要面臨能源價格 上象影響自己的工業等等 那其實歐洲呢 就是非常地不滿 但是又不敢說出來 那但是這次黃毅呢 一去歐洲開會的時候 先去訪問意大利 接著訪問法國 兩個國都非常歡迎 因為現在經濟非常有危機的時候 那他們的產品呢 其實呢 最好的市場就是中國 那中國是證明了自己 迅速它的市場能力恢復的 那中國是封城 就是封國 三年 那然後突然解封 那時候西方就罵他封 解封呢 西方就罵他解封 解封呢 解封的時候 就很多人病啊 那其實中國都計好了 這一場的病疫呢 中國已經是 這三年之內 全國打針呢 到2022年1月已經有86%的人打針 到2022年底呢 就已經90幾%打針了 所以它爆發呢 再看上去 Omicron這種的 國內性病毒呢 的變種呢 是殺傷性 不是那麼大 也就是不會那麼多死人 所以它才放 一放呢 是病疫 它馬上全遍全中國 但是並不像西方 那樣產生非常嚴峻的後果 它幾天之內 一兩個禮拜之後 全部呢 病過之後就康復了 有些老人家死 那麼就並沒有 西方 哇 中國就快崩潰了 那麼根據在中國裏面的西人呢 都去醫院拍過了 差不多 一個禮拜之後 拍醫院都沒有了那些病人 說分禮大堂啊 什麼那些 那麼很多人去那個火葬場 有一段時間 很快就 這些就過了 中國經濟就大復甦了 起新歷新年到舊疫新年 這段時間呢 中國經濟大復甦了 那麼這個市場恢復的話 當然西方都希望 來到中國去賣他的東西 中國來賣他的東西 中國又賣東西給他 那麼商業是正常的嘛 那麼中國一直呢 沒有搞戰爭 卻是搞商業的互相相贏的關係 但是美國呢 就好像又穿皇帝的身衣 說一大堆東西 由什麼民主對獨裁 然後呢 又去 就是 不斷要打下去 那麼大家都衡量一下 那麼究竟我們想 喜歡打仗 還是想不喜歡打仗 為什麼不能夠停火處理呢 那麼 所以這個問題呢 就令到 拜登領導的整個政策 就失去了 很多人的支持 令美國的 這個公信力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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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致到呢 今次王毅去到這個 這個 這個 武利克會議呢 就大受歡迎了 大家都注意他講的話 那麼 那麼 跟著中國再推出一個 和平方案呢 就開始呢 形成呢 世界上有些不同的看法 那麼究竟歐洲企哪邊呢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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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就成為這個 現在這個時刻呢 在政治經濟的 國際關係上呢 一個怎樣可以達致和平的 或者要打仗的 一個基本的爭論 那